红花会众英雄,鼓动灾民,要求发放救济两款,官兵用剑射伤灾民,忽然看见长氏双霞跳上墙头,群雄都是惊喜交集。 洛冰捂开双刀跳上墙头,挨到常和志的身边问,五哥,见到四哥了吗?他怎么样? 常和志见了洛冰,很是惊奇,诶,此少你也来咯,此国捡到了,你放心。 洛冰一听,精神大震,突然间喜欢过渡,反而没力气厮杀了,跳在墙外坐倒,扶住了头。 张静和新燕王奔了过来,怎么样,受伤了吧? 啊,没事,五哥,见到四哥了。 在看墙头的时候,只见魏春华,杨成邪,周启,孟建雄等都已经攻上,正和官兵恶斗。 不一会儿,寺门打开,蒋四根和孟建雄从寺中奔出,向灾民连连招手大叫,大家进来拿凉。 众灾民一拥而入,但是官兵人数很多,又有兵器,灾民却不敢逼近。 孟建雄从武动大刀,带着几名亲兵在墙头拼斗,边打边退。 或觉耳旁风声,后心一阵酸麻,一松手,大刀当当当当,跌落墙下,双手不知怎么的已经被人反背擒住,又觉得景象中一阵冰凉。 一个声音在他的脑后喝道,你鬼儿,命令官兵,抛下兵器,腿出苗去。 孙可通稍意迟疑,景象中一阵巨重,竟是一把刀架在脖子上,那个人轻轻地把刀拖动,在他脖子上划破了一层皮。 到了这部田地,孙可通哪敢不一啊,只得高声传令。 众灾民齐声欢呼,陈家洛走进大殿,只见五开间的殿上堆满了一袋袋的粮食,一车车的银窍。 这银窍啊,就是装银子的东西,外形像个刀窍,是用木头挖去芯,里边装上银子,外边在颠商号,一般是用来装军饷用的。 石中英把县令王道揪来,听他发落,陈家洛笑道,你是县太爷吗?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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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黛王。 哈哈哈哈,你瞧我像黛王吗? 呵呵,我,我该死说错了,不知公子尊姓大名。 陈家洛微微一笑,不答他的问话,问道,你是两榜出身吗? 呃,不敢,不敢。 不敢什么? 你既是近视,胸中必有才学。 我出一个对子给你对对。 他折扇一挥,秀眉一扬,笑道, 你对出来,我饶你性命,对不出呢,呵呵,那就不客气了。 你听着,这上连是,似何之清,人寿几何,却问,何清义,观清义。 这意思是啊,等到何清了,人得多大岁数啊,是何清容易呢,还是观清容易啊? 这个汪道满头大汗,黄旗之计,本来即便有三分才学,也随黄河之水流入汪洋大海了。 想了半天才说,公子,你这上连太难了,我,我对不出。 呵呵,也好,不对也罢,那我问你,是黄河清容易呢,还是观力清容易? 王道忽然扶持心灵,说道,我瞧,天下的观都清了,黄河的水也就清了。 陈家罗呼呼大笑,哈哈哈哈,说得好,饶你一命,你快召集观力衙役, 将钱粮散发给灾民,哎,总兵官,你也帮着点。 孙克通和王道好生为难啊,金粮散尸已经是杀头的罪名,怎么还能由自己手里分发出去? 但是,若不听命令,眼见当场便要丧命。 火烧眉毛,只顾眼前了,万般无奈,只得都帅兵足利益,把军粮军饷发给灾民。 灾民浑声雷动,纷纷向红花会群雄称谢,领钱粮的时候,不住对孙克通和王道也语取笑,两个人只当不闻不见。 陈家洛叫道,各位父老兄弟姐妹听着,日后,衙门的要是派人查问,便说是总兵官和支县太爷亲手发给你们的。 众灾民哗然叫好,连说正是如此。 群雄在一旁监视,直到深夜,眼见良响散发已尽。 徐天红叫道,各位父老,你们把这些军器都拿去藏在家里,狗官知道好歹,那就罢了,要是我们走后再来逼你们交还钱粮,大伙就给他们拼了。 众灾民这个时候对红花会群雄的话,说一句听一句,当下就有精壮男子过来,拾起重兵钉抛在地下的刀枪。 官兵见灾民势大,总兵又落入敌人手中,哪敢抗拒啊? 陈家洛说,大事已了,各位哥哥,跟我走吧。 站起身来,群雄拥着孙克通,在众灾民轰谢声中离了石佛寺,上马出城。 跑出十几里,陈家洛把孙克通往马沙一推。 总兵大人,多谢你的粮食银子,咱们后会有期,你下次再押良响,千万送个信来。 双手一拱,哈哈大笑,在群雄拱卫中绝尘而去。 奔出一里多路。 陈家洛问常事双侠。 两位得到了四哥的消息。 哦,见到十四弟留得极好,将四哥已经被送到杭州去了。 陈家洛大为诧异。 嗯?送去杭州干嘛? 怎么不去北京? 不是皇帝老儿要亲审吗? 嗨,我们也觉得奇怪,不过是十弟做事熟来惊喜,一定是谈到了确实的消息。 陈家洛要众人下马,为座商议。 徐天洪说,四哥继续杭州,咱们就奔江南设法搭救。 杭州是咱们的地盘,朝廷的势力也没有北京大,相救起来较为容易。 不过,还得请一位哥哥到北京去打探消息,以防万一。 众人皆点头称事。 陈家洛看着十双鹰,再请十二郎往北京辛苦一趟。 十双鹰说,好。 商议已定,十双鹰一人北上,群雄连济南下。 陈家洛再问起于于同的伤势情况。 常议双鹰说,并不知情。 他哥俩一见到记号,马上赶回报信。 经过蓝风的时候,见灾民大吉,就随着灾民到石佛寺看看热闹,碰上官兵放箭。 两个人按捺不住,跳上墙去动起手来。 不易,群雄都已到达。 众人得系了文鱼二人的消息。 文太来虽然没有脱险,但是已经知道两个人安然无恙,均敢欣慰。 谈起食材,结粮救灾之事,痛快不已。 周一说,嘿,七僧大军没了两想,霍群统姐姐定可打个胜仗。 吴臣笑道,那女娃子,剑法不错,人缘又好,大伙都帮着她。 盼她打个大胜仗,好让大家都欢喜欢喜。 不一日,群雄来到徐州。 当地红花会分舵舵主,见总舵主和内外乡堂各位乡主,忽然一袭来到,恭谨接待,不免大忙起来。 江北一带惠众,归杨成邪统帅。 他命分舵主不可张扬,也不必通知众帝兄来见总舵主。 群雄只住了一夜,当即南下,此后一路往南,大小码头啊,全有红花会的分支头目。 群雄未守机密,都不惊动,急驱而过。 几天以后,到了杭州,住在杭州分舵舵主马善君的家中。 马家坐落在西湖孤山脚下,湖光山色,风雾佳盛,又是个僻静所在。 马善君是大绸缎商人,自制两所大机房制造绸缎,因生性浩武,结识了魏春华,由他引入红花会。 马善君五十上下年纪,胖胖的身材,穿一件团花断袍,黑泥马褂,一眼看去,这是个养尊处优的富翁,哪知道竟是一位丰臣豪侠。 当晚在后厅,与群雄接风,众人在席上将要救温泰来之事说了。 马善君说,小弟,马上派人去查,看四当家关在哪一所监狱里,咱们再相机行事。 当即,命儿子马大廷出去派人查探。 第二天上午,马大廷回报说,巡抚衙门,杭州府,乾塘县,仁河县,各处监狱,以及驻房将军的援所,水陆提督衙门,都有兄弟们去打探过,查知君没有闻死当家的在内。 陈家派召集群雄议室,马善君说,这里,府台,府县,以及将军提督衙门,均有本贵兄弟在内,闻死当家如在官府监狱,必能查到。 最怕,官府因四当家案情重大,私下监禁,那就棘手了。 陈家派说, 咱们第一步,是查知闻死哥的所在,马大哥,继续派遣德利兄弟,往各衙门打探。 今晚,再请道长五哥六哥到巡抚衙门去看看,最要紧是别打草惊蛇,无论如何,不能伸手动武。 吴臣等应了,马善君详细说了道路和府台衙门内外的情形。 三个人与紫叶时分出发,去了两个时辰,回报说,府台衙门戒备森严,有成千的兵丁点起灯火,彻夜守卫。 巡查的军官有几名都是带红顶子的二三品大员,他们不敢硬闯,等了两久,守卫的军官没有丝毫懈怠,只得回来。 群雄好生奇怪,猜测不出是何路道。 马善君说道,这几天,杭州城里各处盘查极严,各家赌场、康辽,甚至水上的江山船都有官差去查问。 好多人无缘无故的给抓了去,难道跟文四当家有关不成? 他说的这个江山船啊,最早是渔船,后来就运货,以后呢,就把游船叫做江山船了。 徐天宏说道,盘查这么紧,想来和文四哥关系不大,莫非经历来了钦差大臣,所以地方官要卖力一番? 马善君说,没听说有钦差来浙江啊。 众人记忆多时,不得要领。 第二天,周琦吵着要父母陪他去游湖,周仲英答应了,周琦向徐天宏连食眼色,要他同去。 徐天宏不好意思出口,只坐不见,常言道,知子莫若妇。 周仲英知道女儿的心思,笑道, 呵呵呵呵,红儿,我们从未来过杭州,你同去走走,别叫我们迷了路,走不回来。 徐天宏应了,周琦悄声说,啊,爹爹叫你去,你就去,我叫你就偏不肯。 徐天宏笑着不语。 他又是护持,身是凄凉,这时获得周仲英夫妇视若亲子,未婚妻又是一派天真娇憨,对他甚是依恋亲热。 虽在人前也不避计,不但自己欣喜,众兄弟也都待他高兴。 陈家洛也带了心愿到湖上散心,在苏堤白堤漫步一会儿,独坐第一桥上,望湖山深处,但见竹木阴森苍翠重叠,不雨而润,不烟而运,山风秀丽,挺拔云表。 心想,猿中郎初见西湖,笔作是曹植初会落神,说道,山色如鹅,花光如甲,温风如酒,波闻如灵,才一举头,已不觉慕憨神醉。 不错,果然是令人慕憨神醉。 他幼年时,曾经来西湖几次,那时未解景色之美,今日重置,才领略到这山戎水溢,花泰柳情。 冥望半日,顾了一辆马车,往林影去看飞来风。 风高五十多丈,从山脚至山顶皆为巨石,树生石上,枝叶光怪,石崖横竖错落,四段四坠,一片空清明明。 陈家洛一时兴起 对星雁说道 咱们上去看看 封上本无道路可攀 但两个人轻功不凡 谈笑间上了封顶 仰望三竹 但见万目参天清幽玉绝 陈家洛说道 那边更好 两个人下风 缓步往上中下三天竹行去 走出石鱼杖 忽有两名身穿蓝布长袍的壮汉 迎面走来 见到他两人的时候 不住打亮 面露惊奇之色 星雁敲声的说道 少爷 这俩人会舞 陈家洛笑道 你眼力倒不错 话声未闭 迎面又是两个人走来 一试打扮 正在闲谈风景 听口音 似是奇人 一路上山 遇见这般穿蓝布长袍的五人 共有三四十人 见到陈家洛的时候 都感到诧异 心眼看得眼都花了 陈家洛也正纳闷 心下琢磨 难道是什么江湖帮会 武林宗派在此聚会不成 但杭州是红花会的地盘 如有此事 绝不会不通知我们 这些人见到我时 聚入惊奇之色 那又为了什么呢 转过一个弯 正要走向上天竹观音庙 呼听山侧 琴声嚷嚷 家有长吟之声 随着细碎的山间瀑布声 传过来 只听那人引道 锦细碎 锦绣乾坤 嘉丽 玉士 立刚 陈记 四朝 吉瑞 征诗记 探 黄姬 云开 智善 宜 黎民 迎领 鸾鱼 智 安堵 村村 阳酒 旗 天兮 天兮 玉炉中 爱戴 瑞云 飞 陈家洛心想 这情音 平和雅致 曲词 却是满篇歌颂黄恩 但歌中 春春养酒旗 这五个字不错 倘若 普天下 每一处乡村中 都有酒家 黎民百姓 也就快活得很了 寻生 缓步走了过去 只见山石上 坐着一个 近身打扮之人 正在抚琴 年约四十来岁 旁边站着两个壮汉 一个枯瘦矮小的老者 也都身穿蓝布长衫 陈家洛心中 突然一领 觉得这抚琴之人 似乎依稀相识 那人 形象轻取 气度高滑 越看容貌越熟 可是 总想不起 在哪里会过 刹那间 心神恍惚 竟如做梦一般 只觉那人 似是至亲至近之人 然又隔得极远极远 这时 那老者和两个壮汉 都已经见到陈家洛和心燕 也宁神向他们细望 似于过来说话 那抚琴男子 三指一划 琴声顿绝 陈家洛拱手道 施灵人凶哑奏 此曲皆属出文 可是兄台所谱心声吗 那人笑道 正是 这锦绣乾坤一曲 是小弟尽作 阁下既是知音 还望指教 陈家洛说道 高明高明 此中 安堵村村养九旗 一句油家 那人脸现喜色 哦 兄台居然记得取词 请过来坐坐 陈家洛心想 什么盼黄姬 黎民引领 鸾鱼志 打胎皇帝的马屁 此曲格调 也就低得很 但不知何故 对此人心中自身亲近之意 就走了过去 失礼坐下 那人看清了他的面容 大为惊讶 呆了半晌 陈家洛笑道 兄弟一路上山 遇见游客甚多 见到兄弟之时 人人面露诧异之色 是才兄台也是如此 难道小弟脸上有什么古怪吗 倒要请教了 那人笑道 兄台有所不知 小弟有一亲戚 相貌和兄台十分相似 那些游客都是小弟朋友 事宜都敢惊奇 陈家洛笑道 哈哈哈哈 原来如此 人兄相貌我也熟悉 是在哪里会过 小弟鱼鲁再也记不起来 人兄可想得起吗 哈哈哈哈 那真是有缘了 请问人兄高姓大名 陈家洛名满江湖 不愿告知他真姓名 随口揍了一句 小弟姓陆 名嘉诚 他那是把陈家洛三个字颠倒了过来 他也问 请问兄台尊姓 那人微一沉吟 小弟 父姓东方 单名一个儿子 是直立人士 听兄台口音 似是本地人 陈家洛说道 对 小弟 正是本地人 人家洛说道